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访华行程 6月19日下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布林肯 习近平强调 世界在发展 时代在变化 世界需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把有关积极表态落实到行动上 让中美关系稳下来 好起来 中国国家主席的此番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布林肯表示说 中美两国在过去两天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布林肯访华之后 中美关系能否止跌其稳 美方能否采取理性务实的态度 同中方相向而行 在布林肯来访访问求沟通之际 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与日本 菲律宾的国安负责人举行了会面 三方计划在2023年内制定战略文件 实现南海常态化的联合演习 美方究竟是何意图 相关话题 今天我们邀请到全球画质库副主任 苏州大学蒋习教授高志凯先生 做分析的解读 先通过新闻短片 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习近平当天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布林肯 两人握手合影 随后举行会谈 方议主任和清刚国务委员和你 我知道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总体上双方谈的是坦诚深入的 中方是表明了我们的立场 双方同意共同落实好 我和拜登总统在巴黎岛会晤时候 达成了共识 双方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 也取得了进展 达成了共识 这很好 国与国交往 总要相互尊重 一诚相待 我也希望 国务卿先生这次访华 能够为稳定 中美关系 都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 世界在发展 时代在变化 世界需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 中美两国能否正确相处 事关人类前途命运 两国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 应该得到重视 各自取得成功 对彼此都是机遇而非威胁 习近平指出 大国竞争不符合时代潮流 更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问题 和世界面临的挑战 中国尊重美国的利益 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 同样 美国也要尊重中国 不要损害中国的正当权益 任何一方都不能按照 自己的意愿塑造对方 更不能剥夺对方正当发展权利 中方始终希望 中美关系能够健康稳定 相信两个大国能够排除万难 找到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 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态度 同中方相向而行 共同努力 坚持两国元首巴黎岛会晤 达成的共识 把有关积极表态落实到行动上 让中美关系稳下来 好起来 布林肯转达拜登总统 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 表示拜登总统相信 美中两国有责任和义务 管理好双边关系 这符合美国 中国乃至世界的利益 高先生您好 您好 我们看到在美国国务院 原定公布的行程当中 并没有列出来中国国家主席 会见布林肯这个行程 但是最后习主席还是见了布林肯 您觉得释放了怎么样的信号呢 习近平主席 19号下午接见布林肯 本身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件 特别大的事 特别重要 我觉得为什么事先没有确定 说会有这个会见呢 我觉得主要是要看 布林肯跟我们的国务员 和外交部长秦刚 和王毅主任谈得怎么样 我觉得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谈得不错 一种是谈得糟糕 一种是谈得不好不坏 我觉得如果说谈得糟糕的话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肯定不会接见布林肯 如果谈得不错 或者谈得也还可以 那接见布林肯本身 又是一个积极的事 所以现在看来 第一个总体来说谈得不错 另外一个 现在看来中美两国国家元首 今年年底之前 再次见面是大概率的事 所以呢 见布林肯本身 又是推动拜登总统 和习近平国家主席 今年年内再次举行 首脑峰会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所以全世界对此都感到很宽慰 习近平主席就强调说 大国竞争不符合时代的潮流 也没办法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 甚至是世界所面临的挑战 中方会尊重美国的利益 不去挑战跟取代美国 但是反过来 美国也要尊重中方的权益 不去损害中方的政党权益 您怎么来解读 习近平主席的表态呢 我觉得习近平主席说的这些重要的话 非常地有智慧 非常地恰当 而且确实是代表当今世界的事实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不容否认 美国不这么看 第一个 美国不愿意跟中国 进行所谓的大国外交的谈判 他说我是大国 你是谁啊 他并不一定把我们是当作一个平起平坐的 我们中国说你应该平等对待吧 你是你 我是我 我们旗鼓相当等等 他并不这么看 他说我是老大 你是谁呢 这是第一个 另外一个 他觉得现在美国的所有的问题 根源都是我们中国造成的 这是无中生有 但是通过布林肯这次访问中国 举行了这么多次重要的会谈 能不能真的改变美国 对中国的错误的定位 我个人觉得很难 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听他们怎么说 布林肯这次来说的话 总体来说 说的还都比较正确 虽然有些内容中方是不会同意的 但是最关键是 他回到美国以后 美国人走什么路 他到底做什么呢 是真的把布林肯所说的话 付出实施 还是说归说 做归做 最后又回到原来的老毛病上去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 认真地关注 美国下一步到底做什么 习近平还强调说 希望美国能够采取 务实跟理性的态度 坚持两国元首 在巴厘岛会晤期间 所达成的共识 关键是要把相关的态度 落实到行动上来 所以具体来看 您觉得中美关系 如果想要止跌其稳 是不是关键 还是要看美方怎么做 确实这样 我们多次强调 就是中美两国元首 在巴厘岛进行了峰会 而且为中美两国的 关系的发展 确定了基调 中国 美国都应该遵守 这我们中国说到做到 而且质地有声 美国他做不到 因为美国现在的总统拜登 在国内的支持率不到50% 另外明年马上开始 总统大选了 现在美国共和党 到处是以拜登为敌人 另外一个 为了要赢得白宫 他们到处把中国当作是敌人 共和党和民主党 都把反华 敌华 筹华 作为他的政治的首要任务 所以我们每次谈到 要按照中美两国国家元首 确定的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 来做的话 我们绝对能做到 美国恰恰它做不到 所以现在中美之间的一个难处 就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我们中国站在一个高位 看得很准 而且很多问题有哲理性 有大局观 美国呢 现在最多在半山腰吧 有可能已经落到谷底了 他看不清楚这些事 他把所有的问题 规矩于我们中国 而且呢 党内斗争 而且呢 是党纪也斗争 比如说共和党内部在掐 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掐 然后等到2024年 开始总统选举的话 我担心 中国的问题在美国 又变成一个 全国上下政党政客 互相掐的 互相要打压的 一个重要的问题 所以中美关系 虽然最近有所回缓 但是2024年 可能还有风波激浪 此外 王毅主任在会见布林肯的时候 他就表示 布林肯访华之时 正值中美关系 处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 关系到接下来 中美是要对话 还是要对抗 是要合作 还是要冲突 您怎么来解读 王毅主任的表态 王毅主任说得非常正确 因为为什么呢 秦刚国务员和外交部长说 中美关系从70年代初到今天 出于最低的低谷 那么怎么办呢 那当然了 现在中美两国应该静下来 好好的进行互相的判断 然后呢 决定下一步 到底该怎么做 但是美国现在它做不到 因为为什么呢 美国虽然现在还是比较强盛的一个国家 尤其是在军事实力方面 但是总体来说 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 它的逐渐逐渐的变得越来越弱小 这也是个事实 它并不是衰败了 但是它在相对的变得弱小 另外一个 美国它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它未来的目标不明确 它到底走什么路 它要做的事现在都做不到 比如说它要搞基础建设 它做不到 它要搞自账业回流 也没有做到 它说要跟中国脱钩 脱不够 脱不了 它也脱不了 西方国家也不愿意脱 所以你看到没有 美国说它是一个什么世界领袖 但是它现在找不到几个事 真正的能够跑到山顶上 一呼本应 大家都愿意跟着走 除了一件事 那就是很危险的 它现在老是嚷嚷着要打仗 它说中美必有一战 老这么说 老这么说 好了 美国国内都是这么折腾 然后它的盟国 也被它煽动起来了等等 这还得了 中美之间要和平 你像习总书记 还是王毅主任 还是秦安国务委员和外交部长 讲的都是中美之间 何为贵 我看习主席接见布林肯的时候 会议室中央放的都是和华 这是我们中国的哲理 何为贵 一定要搞和平 但是美国能不能走和平的道路呢 它其他的东西都 没有办法解决它的问题的时候 会不会孤注一掷 然后走一个非常冒险的 甚至是战争的危险的道路 这我觉得是中美之间的最大的问题 也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 王毅也要求美方要立即停止 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要停止对中国这种非法的单边制裁 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打压 也要停止干涉中国的内政 您觉得中方提出的这些关切 跟要求美方能不能够做出回应 它能做到吗 王毅主任说得很对 说你不要再去到处造谣声势 说有中国威胁人 我个人觉得我们还应该向美国人提一个问题 说你说中国威胁你 你跟我说明白哪威胁你了 要跟他挑明 因为美国人现在老说中国威胁我们了 中国是西方的威胁 中国是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念的威胁等等 我们的价值观念跟中国的价值观念不一样 你把它掰开啊 哪些观念跟你不一样了 哪些地方中国威胁你了 我们什么地方对美国构成威胁了 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对你的威胁了吗 我们会说我们要向外国 尤其是向美国出口我们的意识形态 政治制度行为准则 要把我们的方式方法强加在美国身上吗 绝对不会的 中国不会这么做 中国做好自己的事 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的贡献 相反美国现在是说 我把中国给打掉 把中国给拦住了 就是他对世界的最大的贡献 那到底谁对呢 谁错呢 这一点很清楚 所以我们一方面应该像文艺主任 坚决地这么说 停止散布中国威胁人 另外一个方面 真的我们应该跟美国人好好地谈 中国在做好自己的事 我们的不断地发展 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 不是对美国的威胁 实际上是给美国创造了很多的机会 对西方国家更是如此 在19号晚上 布林肯在驻华使馆也举行了一个记者会 来总结这次他的访华行程 布林肯就说到 建立一个开放的沟通渠道 直接提出关切的问题 并且在一些领域探索合作 是美方为这次布林肯访华所设置的目标 您怎么来看这些目标 对布林肯来说 我觉得他现在非常的高兴 因为对于他本人来说的话 他二月初本来就应该来 然后他擅自决定不来 拖着拖着拖着 然后呢 一直放出风声 说4月18号他要到中国来 中方一直没有确认 直到前几天才确认他要来 所以他现在第一个说 我说18号来吧 我就来了 另外一个说 我来要跟中国领导人见面 这么高规格的接待 对 这么高规格的接待 不仅见了秦刚 见了王毅 然后还见了我们国家主席了 所以他这次回去 他说我是满载而归 另外他本身并没有太高的期望值 他并不希望说 通过这次对中国的访问 中美关系取得重大的突破 然后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等等 美国放弃对中国的 很多很多的错误的政策 他本身也做不到 所以他说的都是大实话 中国美国这么大的两个国家 世界第一大第二大经济体 而且在军事上政治上 都有重大的国际责任 这两个国家高层领导不对话 哪也得了 必须要对话 必须保持正常的沟通 但是我们一定要问 为什么最近不对话了呢 原因是谁呢 责任在谁呢 责任在美国呀 所以美国经常干什么呢 他做错一个事 然后说事做错了 责任不在我 责任在你 你应该改等等 所以这个希望他能够改正一下 在过去两天 中美之间是向前迈出了积极的一步的 所以您觉得布林肯的表态 是否释放了一些积极的信号 我觉得有积极的信号 第一个他这次能来 中方愿意跟他来 虽然中方的用词里边也很巧妙 说这次不是我邀请你来的 这次你提出要来 我也跟你进行了探讨 最后同意你来了 是双方约定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来了 而且布林肯到中国来 不仅中国关注 美国关注 全世界都在关注 因为毕竟你想想看 上一次美国国务卿来 是五年前了 而且来才三个小时 而且拜登总统担任美国总统 已经两年半了 没有来过一个内阁部长 所以布林肯这次来 他创了好多个第一 另外一个中美两国如果再不谈 等到明年就很麻烦了 因为美国明年就开始进入总统大选 所以到那个时候可能他想来都来不了 所以这次他来时间选择的还是很关键 另外一个虽然没有重大的突破 没有做出重大的宣布 说中美之间决定要做什么的事 但是至少他只跌了 但愿是这样 他只跌了 希望美国能够有行动来跟进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现在看来中国国家主席和美国总统 今年年内 尤其是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首脑峰会上 一定会见面 这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一个新的希望 因为为什么呢 到今年11月的时候 是拜登总统期间是很关键的一年 因为他马上就要最后决定 是不是真的去再参加总统选举 他身体情况也不行了 他如果不选民主党怎么办 是找一个更年轻一点的 更有为的一个人来选 还是他说我老马再跑一程吧 等等 那么他现在如果说到11月 还要决定选的话 成功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少呢 等等 到11月的话 如果中美两国国家元首 在见面的时候 有可能对中国有利 对美国 对拜登总统 他都可能觉得是有利的 所以中国站门脚跟 然后原则问题毫不动摇 但是具体策略上 完全可以更加的灵活 所以中美关系想要稳下来好起来 接下来就要看美方拿出 什么样的实际行动了 先谢谢高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下节新闻近日谈继续带您关注 美国要拉日飞 在南海常态化演习 相关话题我们稍后分析 六日见 新闻近日谈 有关东海和南海的安全战略 打算在2023年内制定战略文件 实现南海联合演习常态化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南 和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 爱德华多阿诺出席了 美日飞三边会议 为了维护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 和基于规则的秩序 日美飞三方达成了推进联合演习的协议 据报道三国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 考虑到有关国家试图通过武力和威慑 单方面的改变现状 不能缺少自由开放的海洋秩序 此外 美日飞三国的声明中再次妄议台海局势 日本曾呼吁 美国和菲律宾建立定期磋商 三国安全战略的框架 拟于2023年内制定的战略文件 非常重视提高在南海空域的遏制力和应对力 文件将规定在南海菲律宾领土内定期实施大规模联合军演 此外 三国还将摸索在东海实施联合军演的可能性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将帮助菲律宾军队提高熟练程度 提升装备和部队互相配合的能力 将共同制定战略并根据战略由现场执行任务的部队采取行动 美日飞最近之间的这个互动非常的频繁 在6月初三国是刚刚进行了首次的海上联合演习 现在有计划要定期就东海和南海的安全战略进行磋商 您分析是何企图呢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进展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他1945年无条件投降 他是签了协议了 而且他投降的时候主要是中国 美国 前苏联和英国 是接受他的投降的 日本投降书里边写得很清楚 然后后来他所制定的和平宪法里边也写得很清楚 就是日本的军队不能够到海外进行军事行动 所以我个人认为 日本现在要拉着美国 拉着菲律宾 在中国的东海地区 南海地区 进行这样的大规模的甚至是定期的军事演习的话 本身是违反了日本的和平宪法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关部门应该协同其他的国家 联合行动赶紧棒喝日本 你别以为你现在有美国撑腰 你就能够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你违反了当时的无条件投赏协定了 你违反了日本本身的和平宪法了 如果再不说的话 他可能就将错就错越走越远 沙利文表示说 美非日之间是一种开创性的三边框架 其实美国在印太地区所建立的这种小团体和小联盟 还包括美日韩三边关系 还有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所以在您看来美国企图在中国周边 构建这种排他性的小团体的意图 是不是越来越明显了 美国现在就是要把中国给框起来 美国搞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然后还有叫后方支援等等 另外它动用的不仅仅是在海上的进攻和防御的策略 它搞的是一个全球的 我所谓的叫空天地海潜五为一体的战略 来要针对我们中国 在这个过程中美日韩也好 美日飞也好 美国和澳大利亚 然后有些时候比较弱的时候 跟新西兰等等一起 它所构造的就是一个 在整个太平洋的东部西部地区 在整个中国的东海南海这个地区 它要做到什么呢 不让我们的军机和军舰和潜艇 使出第一岛链 使入第二岛链 甚至向东进入到太平洋的东部地区 这它是为什么呢 它在盘算 如果说中美发生战争的话 它必须是贴近中国 对我们发动战争 而不允许我们有能力 把我们的军机军舰和潜艇 开到美国的周边地区 尤其是不能够越境到美国的西部地区 就是它在加利福尼亚等等 这方面太平洋的沿岸地区 美日飞还计划在2023年内 制定一个战略计划 要把在南海的这种军演常态化 您觉得是何企图呢 美国不仅要把军演常态化 美国现在呢 要在南海地区 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菲律宾 中非之前 有可能就海洋执法 巡逻啊等等 发生一些纠纷 那原来呢 菲律宾说 我自己来说的话 不会跟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等等 但是现在美国老说 你是我的盟友 我支持你一把 我再把日本拉过来 我们三国海军和空军 联合进行军演 而且一旦有事 我做你的后盾 这一来的话 有可能会改变菲律宾军方 和菲律宾政府 针对中非之间的领土纠纷的 一些判断 他万一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 做出一个冒进的话 他有可能一步到位 把中国 美国 日本 菲律宾 就一个中非之间的领土纠纷 擦枪走火 造成一个武装冲突 所以中国一概要保持警惕 每日非安全部门的联合声明当中 三个国家是再次妄议了台海局势 在布林肯访华期间 中方是再次向美方 阐明了有关台湾问题的严正立场 布林肯一方面访华寻求沟通 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却又在中国的周边搞事情 您觉得美国是何意图呢 这恰恰反映出美国的真面目 所以我们对美国不能够太天真 不能幼稚 为什么呢 虽然这次18号 19号 布林肯国务卿在中国 据我所知 就台湾问题 他说了几句话 我觉得都是对的 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他是真的话 但是他所说的话 跟撒勒文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所说的话不一样 另外他在北京所说的话 跟美国政府 尤其是美国军方 在整个东海南海 台湾海峡等等 所做的部署又不一样 所以美国到底是打得什么算盘呢 布林肯难道是来欺骗我们呢 难道是来让我们放松警惕 还是说他现在所做的 然后呢 美国国内尤其是国会 给拜登政府也施加了很多的压力 他必须派苏勒文到日本啊 菲律宾啊 去做些姿态 来平息一下他国内的压力 他到底在做什么 总而言之 中美之间没有太容易的事 而且呢 在捍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和根本利益的时候 不能有任何松懈 非常感谢高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